第二個的話,請各位一樣把練習檔102搬過來改102APP好了 就是把練習檔裡面的這個複製過來改一下 那裡面東西是一樣的,只是說 特別注意將來這個 default.htm 你要把它改一下,不要用這個 default.htm 所以你乾脆把這個暫時刪掉好了 這個可以不需要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改成index.html 好像是要加L,上禮拜好像有同學是沒有加L 不過我印象中有沒有加L,好像都可以啦 不過等一下再測試一下 那名稱的話就不能叫 default了 要叫INDX 而且index上禮拜有同學反應說一定要加L 才不會有錯誤,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兩個都可以啦 不過這個等一下我們來測試看看 另外就是說,特別注意喔 有一點喔,請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 你的這個APP的名稱 裡面的話呢,盡量避免什麼樣 避免就是說 有中文字 因為有中文字的話 之前的同學測試的時候發現呢 只要裡面有中文喔 比如說你102 你就多打一個什麼什麼APP的話 那個中文字會出問題 也就是它沒有辦法幫你把它轉成APP 第二個是說有些同學將來放一些圖檔 這個image裡面可以放圖檔 那圖檔名稱有些同學也放中文的 結果那個APP也轉不過來 所以檔案名稱也就是說 盡量避免啦 我想這個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改善了 就是說如果你那個網站的名稱跟資料夾裡面 或者是檔案名稱 像將來如果你放一些圖檔進image裡面 如果有 中文檔名的話 可能會 發生錯誤 沒有辦法幫你轉成APP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的注意 第1點 第2點的話呢 就是 建立好這個資料夾之後 再到追溯率裡面 我們要做什麼 新建一個網站的動作 那名稱的話一樣叫102APP OK 那這個地方的名稱基本上可以用中文沒有關係 但是資料夾跟裡面的檔案是不能用中文的 然後 這個題目做完之後請各位自行再做個變化題 所以會留一點時間給各位做那個變化題的部分 就是裡面的素材自己去找 然後OK 那這個網站名稱 網站的實體目錄放在這裡 桌面上面的這個 然後按選取 之後會放在 desktop裡面的這個 按儲存就可以了 我想這流程的話跟前面做網站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因為呢 我已經有做了一個index 不過這個index 將來這可以刪掉了 因為我們要額外再新增一個 我們的頁面 那我們的頁面呢 新增一個檔案的時候 特別注意 你們可以比對呢 我們 在雲端上面 我放的那個完成畫面 那你就要去思考說完成畫面裡面會需要幾個頁面 有沒有 然後又就是說呢 有沒有頁首 有沒有頁尾 這個時候你就要先決定了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首頁 也許我們把首頁叫做home 第一頁叫page1 page2 page3 所以呢 總共會有幾頁呢 四頁嘛 對不對 就是一個home 然後 OK 沒有頁首 有頁首沒有頁尾 所以新增的方式的話 第一步 新增一個我們要的頁面 這個頁面就是我們所有頁面的 算是一個總框架 那特別注意 第一步 一定要選哪一個呢 選html5 因為上次有同學忘了這個步驟 所以後面的話 做出來都沒有辦法顯示 第一步一定要做正確 OK 直接按建立就可以了 他用的技術是 html5 第五代的 所以以後你看到html5 你就想到這個跟app跟雲端 都很有關係 因為未來 這個html 就是 網頁的 這個一個language 一個語言 所以第五代的語言 按建立 好 再來的話 一樣的動作 請各位把那個設計師改成傳統的 有沒有這個應該有印象嗎 然後上面會有面板 OK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做 接下來呢 把這一邊的這個改成分割 分割一下 OK 然後我們就把這地方 Body 按Enter一下 這邊 Body Body跟Body中間 把它按Enter 移到這邊來 那我比較建議 慢慢慢慢 各位要熟悉 為什麼要分割呢 因為左邊就是程式 盡量 如果做了什麼動作 你稍微 稍微瞄一下 他多了哪些東西 以後的話要改 我還是比較建議 用程式這邊改會比較快 好 那這邊的話 Body對吧 那這裡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做四個頁面 那第一個頁面的話 從哪邊插呢 因為要從傳統這邊 會出現 JQuery Mobile的這個面板 因為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傳統的話 你這個面板不會出現 你還要去別的地方找 太麻煩了 我覺得用這個方法來做會是最快的 然後呢 頁面部分就是第一個 所以呢 你就是直接 直接怎麼樣 把這地方 按插入這個 JQuery Mobile的頁面 然後 他會先顯示這個 你再按確定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是 JQuery Mobile 他之所以能夠被執行 就是他會幫你把相關的函事庫 通通打包起來 那這些東西的話 你再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等一下會在 你的 網站裡面多一個目錄 叫JQuery Mobile 好 那我們頁面 第一個頁面是 所以你就打個 好 好 然後 不要頁尾 就頁尾不要打勾 所以 這個架構的話呢 會有頁首 然後有Content 就是有內容 沒有頁尾 按確定 第一個就出來了 第一個出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他上面會有一些東西 你不用理會他啦 因為從哪裡呢 從 這邊一直到 這邊結束 這個指的就是 JQuery Mobile 他會引用的東西 然後會引用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的根木屋底下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這邊 會產生一個 首頁 這是第一頁 然後 行李游標放在 他的 最後面 就Body 跟上面 按Enter一下 然後把它隔開 你不要直接再插入 第二個頁面 不然他會在頁面裡面 產生頁面 將來就跳不進去了 也就是說 一定要把它分開 這個上個禮拜特別強調過 再移到這邊 再插入一個頁面 這個頁面的話 Page 1 有頁首 沒有頁尾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在這個範圍 特別說 這個範圍裡面的 下面 不要在裡面 一樣 再插入 第2個頁面 再插入第3個頁面 所以這樣很快的話 我們就 有4個頁面出現了 那將來請各位在裡面 一個一個把它改 改完之後呢 就會是我們要的一個 呈現出來的結果 所以首頁 這個地方 先做出來 但是裡面還沒放東西 然後跳過來的話 每個頁面大概長得 就這樣 有一個back 回到首頁 還有下一頁 可以讓它往下跳 OK 然後 可能也許我們等一下 可以再補充 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可以再加個home 一樣可以跳到home 讓它可以很方便的 做一個導覽的方式 OK 請各位先完成這個部分 來畫面先畫面